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似乎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尤其是在娱乐圈 可能你今天看不起的小演员 明天就成了人人敬仰的大明星 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没成名前给别人当小弟 人家都不要 如今却成了人人敬仰的相声宗师 在8月20号晚上播出的 第二季德云斗笑社中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的 上九熙和张赫伦成了挽救收视率的人 上九熙和张赫伦 在这个节目中是公认的两个倒霉蛋 张赫伦在第一季中 到手的第一名都能被强行取消 上九熙就更惨了 镜头几乎全被剪掉 比赛每次都被郭德纲老师扣分 在许多人看来 德云社团综第二季 他们两个人就是背景板 没人看好他们都把他们当成炮灰 或者说是陪衬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第一期节目最大的笑点 反而是他们两个人制造出来的 在开场的选择道具环节 老师芭蕉的上九熙成了唯一选择桌子的人 在整个游戏环节都抱着自己的那张大桌子来回跑 喜剧效果十足 前半段最好笑的地方 莫过于上九熙苦大仇深抱着桌子 跟在别人后面的样子了 而且在上九熙做饼的过程中 郭德纲还亲自带着何九华一起看望上九熙 要知道有郭老师的镜头不会被剪掉 妥妥的被宠爱啊 张赫伦在第一期节目中成为了天选之子 是唯一拿了面板的人 也因此成为了唯一有权利指定队员的人 不仅如此 张赫伦凭借自己高超的厨艺 做出了非常高质量的面饼 并且在别人受到惩罚 要做巴掌饼的时候 挺身而出帮助别人 最后更是跟张九男一起 商量出了全部投票给自己的策略 堪称是当晚的全场最佳 第一期节目 如果没有上九熙和张赫伦的精彩表现 恐怕收视率要大打折扣了 曾经不被人看好的吊车尾 如今成了节目的搞笑担当 这也再次证明了那句话 默契少年穷 上九熙和张赫伦是德云社老师人的代表 他们没有那么多心眼 只会埋头苦干 如今终于有了好的表现 也真是天道酬勤了 再次证明了